这期音频要说的这本书叫做《不会被机器替代的人》 副标题是《智能时代的生存策略》 这本书的中文版一共有15万字 我会用大约25分钟的时间和你讨论一个问题 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的未来 什么样的人才不会被机器取代 人工智能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 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 什么样的工作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 一开始人们认为 高级的脑力劳动不会被替代 比如医生 律师 但是通过最近的观察 人们发现人工智能是连医生和律师的活都可以干 而且比人的效率高很多 于是人们又认为 具有创造力的工作 比如画家 设计师 作家很安全 但是很快又发现 计算机也能画画 也能设计 也能写新闻稿 接着又有人说 情感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 机器人总不能辨别人的情感吧 可是现在也有机器人可以检测出脸部肌肉的组合 通过分析来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感受 准确率比人还高 人可以骗人 但是骗不了计算机 也就是说 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的工作 可能不分工种是全方位的 那怎么办呢 有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比如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就在《必然》那本书里说 不必担心 旧工作被取代 新的工作就会被创造出来 就像马车被汽车取代以后 缠马粪的工人可能会失业 但是维修汽车的工作就会出现 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大规律 不过话是这么说 趋势归趋势 身处在趋势中的人具体要怎么办 新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本书的作者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假如在未来社会 还是由人来做决定 人工智能也非常的发达 可以替代人类的工作 甚至比人们做得更好 但是人就是不愿意让他们做 也就是说 什么样的工作是人们希望 只有人去做的 这本书就带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 作者认为 在未来和人际交往有关的工作 会越来越重要 我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 还要格外重视人际交往能力 只有这样的人 以后才不会被机器取代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杰弗·科尔文 是财富杂志的资深编辑 科尔文擅长通过调查研究 提出富有洞察的新思想 市面上有关机器替代人 这个话题的书也有很多 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管理学教授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和安德鲁·麦卡菲出了两本书 《与机器赛跑》和《第二次机器革命》 说的都是 人工智能即将导致人类的大失业 和同类的书相比 《不会被机器替代的人》这本书的特点 是讲述的角度新奇 事业宏大 他重新思考了 人这个物种的特质和喜好 这本书由得到APP订阅专栏 《精英日课》的主理人 万维刚撰写序言 万维刚在序言里面认为 在我们嘲讽感性赞美理性的时候 克尔文提醒我们 如果你懂得运用的话 在未来也许感性更值钱 全书一共分为11张 前两张简单地介绍了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和趋势 剩下的9张 全都是在讲人的核心价值 下面我就分三个部分 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精髓 第一 什么样的事虽然可以被机器替代 但是我们还是要向人来做 第二 我们需要着重培养什么样的技能 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世界 第三 具体要如何做 才能让更多的人拥有高水平的人际关系技能 先看第一点 什么样的事情虽然可以被机器替代 但是我们还是想要人来做 直接说结论 克尔文的观点是 尽管机器能够替代我们的工作 但是只要和人际交往有关的事情 我们就不愿意被机器替代 和人际交往有关的工作很多 比如和决策有关的工作 像公司的CEO 国家的领导者等等 我们在关键决策上 不会想去听机器的意见 我们相信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做出的判断 再比如 服务型的工作 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医生 尽管机器可能对病情诊断得更好 但是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还是想要找一个资历丰富的医生确认一下 这和诊断的准确性无关 我们就是有这种需求 这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也都是围绕人际交往这个话题展开的 作者引用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 从2001年到2009年 美国的事务性岗位和生产性岗位 一共减少了340万个 包括出纳员 结档员 技术工人等等 这些工作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但是很少跟人打交道 相反 像医生教师这种既需要专业知识 又强调与人交流的工作 却增加了480万个 数据表明 只要是和人际交往有关的工作岗位 就不会因为计算机飞速发展而减少 反而工作岗位会有所增加 这个观点看起来是很简单 但是要往深了说 其实涉及到人类以后的发展方向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作者科尔文认为 从工业化时代开始 人就一直在模仿机器 就像亨利福特抱怨说 为什么我每次只想要一双手 但总是还要来一颗脑袋 你看 人们在把自己训练成像机器那样高效的工作 后来这个愿望就一点一点慢慢实现了 机器变成了人的肢体延伸 人使用的工具越来越智能 效率越来越高 在未来 机器就不仅仅再是人类肢体的延伸 可能会开始替代人类的工作 简单说 我们经历了从一开始的模仿机器 到机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再到机器变成另外一个自己 替代我们的工作这样一个演化过程 那问题来了 当最终人们能够复制自己 而且复制出来的机器比我们更强的时候 模仿机器的这条路似乎就已经走到头了 那么 然后呢 人类以后就得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回归人的本性 做更有人味的事情 也就是说 在未来 我们说一个人优秀 不是说他做事的效率有多高 不是他掌握了多少知识 而在于他的所作所为 更像一个人 接着这个思路往下走 那么怎么做才算是更像一个人呢 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 根据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 在1991年里编撰出版的 《人类共性列表》里面 列出了一些人类共有的特性 包括 具有同情心 反对吝啬 会哭 爱笑 在乎平等 理解互惠 人人都有自尊等等 这些特质是人类共有的特征 没有例外 当然 这些特质也不能说就是人类天生的 重要的是 这些特质都涉及人际交往 换句话说 科尔文认为 人际交往技能是人类社会 普遍高度重视的一种技能 我们举一个书中的例子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有一个性侵儿童的罪犯 他即将刑满释放 但是按照这个州的法律规定 像这样的罪犯 如果陪审团认为 他未来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 在他服刑期满之后 可以把他转到精神病院里继续关着 实验人员找了一百多个人充当陪审员 然后呢 把他们分成两组 分别观看庭审录像 两组陪审员看的录像只有一个区别 就是专家证词不同 在第一组里面 专家说自己跟罪犯面谈了两个小时 然后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 这个罪犯仍然有强烈的犯罪倾向 应该继续关着 在第二组里 专家说自己没见罪犯本人 但他收集了罪犯的所有相关数据 通过可靠的心理学模型分析 最后得出结论 这个罪犯应该继续关着 这里呢 就有一个背景 就是心理模型预测的准确度 其实比专家的经验判断更高 不过陪审员不知道这件事 在两组录像里 专家的预测方式不一样 但是得出的结论一模一样 那最后 哪一组陪审员更相信专家的意见呢 答案是第一组 这个实验说明 人普遍存在一种偏好 就是相比于机器来说 我们似乎更相信人的判断 相信当面交谈的作用 即使模型分析的很准确 但是我们天生不喜欢 从冷冰冰的数据中得到结论 这种偏好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这意味着 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即使机器比人更聪明 很多工作 我们还是希望由人来做 我们希望和真实的人发生联系 我们需要在面对面的交往中 建立信任 人际交往 是人的特有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 作者强调自己的观点 基于两个前提 这两个前提很简单 但是非常重要 它构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基础 第一个前提是 社会的运行 最终要由人掌控 且服务于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未来社会 不会像电影《黑客帝国》里演的那样 整个社会都由机器掌控了 人类成了机器的附属品 换句话说 人类的最终命运 还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至少有一些工作 必须要由人来做 比如领导人 公司CEO 由人来确定事情的目标 做出决策 这个前提成立了 人和人的交往需求 才能谈得上 可以被满足 第二个前提是 起码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 不会出现完美无缺的机器人 也就是说 即使人工智能在智力上 体力上超越我们 但是机器永远不可能 跟人一模一样 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了 完美的机器人 完美到他们站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都分不清 对方是不是机器人 到那个时候 作者的观点也就不适用了 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个重点内容 作者认为 在未来 机器代替人类的工作 可能是全方位的 因此 我们关注的焦点 就不应该是去研究 哪些工作不会被取代 而是应该变换视角 去关注那些 即使机器比我们做得好 我们也还是希望 由人来做的工作 这类工作的特点是更有人味 和人际交往有关 所以我们不仅要重视科技 更应该发挥同情心 慷慨 互惠 这些人类共有的特性 注重人际交往的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观点有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是 未来的社会运行 最终要由人来掌控 并且为人服务 机器不会成为社会的主宰者 另一个是在未来 机器不会跟人类一模一样 总是能看出差异的 有了这两个前提条件 人际交往在未来社会中 越来越重要这个观点 才能成立 上一小节 我们着重强调了 人际交往的重要性 可是问题是 人际交往这个话题太大了 它牵扯到行为学 心理学 社会学等等学科 如果说这些都重要 那重点还是不突出 有没有哪些技能格外的重要 需要我们着重关注和培养的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点 我们需要着重培养什么样的技能 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世界 作者认为 未来对一个人来说 有三种技能格外重要 分别是同理心 团队协作能力 和讲故事的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一一来看 首先我们说说同理心的价值 作者给同理心的定义是 理解对方的感受 并做出恰当的回应 我们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 理解对方的感受并不难 难就难在 如何做出恰当的回应 书中引用了一个 关于医疗行业的研究 启动一项研究表明 同理心强的医生 更了解病人 做出的诊断也更准确 同时 如果看护人员有较强的同理心 愿意花时间和病人相处和交流 病人会更愿意服从 医生的治疗方案 还有两项涉及 2100多名糖尿病人的研究表明 那些由同理心强的医生 主治的病人 能更好地控制血糖和胆固醇的水平 急性并发症发作的概率也更小 我们可以看到 同理心不仅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 还能切实提高治疗效果 换句话说 同理心已经成为医护人员的重要竞争力 同理心的价值还不只是 能帮我们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和提高治疗效果那么简单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 同理心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比如说 世界上最大的旅游服务公司 美国运通公司 他们对呼叫中心部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其中有一条就是 对于新招的员工 重点关注 有没有在高档宾馆或者邮轮公司工作过 而不是有没有呼叫中心的工作经验 因为公司的管理者认为 这些从事高档服务的人富有同理心 喜欢跟人打交道 可以更好地跟客户建立联系 为什么同理心能为企业带来这么大的价值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面向用户的 同理心可以帮助企业理解客户的真实感受 从而优化产品和服务体验 提升企业竞争力 这可不是一个客服机器人 或者计算机生成的调查问卷能做到的 这说明同理心能够帮助组织提高经济效益 接着我们再讲讲团队合作的价值 书中引用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50年前 各个领域有突破性的思想或者发现 大多来自于个人 但是现在 由团队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 远远超过了个人 那么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作者认为 因为现在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一个人如果想成为专家 就只能专攻一个很小的领域 而创新往往需要不同知识 不同思想之间互相碰撞 所以 想取得伟大的成就 靠单打读都已经很难了 团队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团队合作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 但想做好可不容易 实际上 只有少数团队能做到高效产出 那这些高效团队的秘密是什么呢 由麻省理工学院等三所院校组成的研究团队 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 影响团队效率最关键的因素 不是团队成员的智力水平 也不是明确的职责划分 而是团队成员的交往行为 符不符合思想流动的模式 什么是思想流动模式呢 就是 每个人的想法 都是在大家的脑海里共享的 它有三个特点 首先 每个成员在发言的时候 语言很简练 但是贡献的想法却很多 其次 团队成员能对他人的想法给出及时反馈 不但用这个想法好 你说的对这样的正面语句 鼓励对方 最后 所有成员都会贡献想法 人人说话的机会均等 这就保证了想法的多元性 总的来说 高校团队里的每个人就像 往一条河里注水 每个人都贡献一点想法 最后就能汇聚成一条思想的大河 碰撞出精彩的点子 你可能会说 大家都用手机电脑远程协作 岂不是更好 答案是不行 原因是 网络交流缺乏面对面交流 能够提供的视觉信号 比如手势 语音语调 表情等等 这对建立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很有效 而且 很多交流其实都是随机展开的 比如说你碰到你的同事 随口询问 对方最近在干什么 对方一说 你很可能会立马结合 你当下做的事情 想出一个新点子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公司都开始采用 扁平化管理 目的就是提高团队成员的沟通效率 而机器 虽然在沟通效率上能够帮助人类 但是在促进团队交流 碰撞新思想方面 就无能为力了 最后 我们再说说 讲故事能力的价值 我们都知道 讲故事是表达观点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 比起数据报表和单纯的事实陈述 好的故事 更有感染力 也更容易被记住 但是写故事其实是有套路的 一个生动的故事 要有矛盾和冲突 要有启程转合 我们可以预想到 未来计算机熟练掌握这种套路以后 也能创作出精彩的故事 那讲故事这个事情 人类有什么优势呢 作者认为 故事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故事本身 更重要的是 它是由人讲出来的 说理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说的是有一个名叫丹宁的律师 他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 有一天丹宁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想利用工作的便利 通过推广扶贫经验 来帮助世界上的穷人 最开始呢 丹宁拿着堆满图表的幻灯片 讲这些知识 就发现几乎没有人愿意听 后来他转变了策略 开始向听众讲故事 丹宁的演讲效果特别好 他的故事被广泛传播 在见证了故事的影响力以后 丹宁决定更进一步 把之前演讲的时候 最有影响力的故事整理成册 但是这次丹宁发现 人们对这些印在纸上的故事 根本没什么兴趣 为什么故事由人讲出来 效果就会那么好呢 作者认为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讲故事可以引发神经呕合效应 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 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同时扫描讲故事者 和听故事者的大脑 发现双方大脑的活跃区域 是一致的 这种现象 就是我们刚说的神经呕合 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 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故事本身 还有故事讲述者的内心情感 按照我们平时的说法 就是讲述者引起了听众的共鸣 第二个原因是 讲出来的故事更容易被相信 故事如果是人讲出来的 听众可以通过 演讲者的表情 声音和动作 判断他的真实意图 我们相信一个故事 其实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虽然说这种判断 并不一定正确 但我们读故事的时候 只能猜测作者的意图 这个故事到底是真实的 还是出于其他目的编造出来的 这两个原因 决定了故事 必须由人讲出来 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 总结一下 作者为我们总结了 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三种技能 分别是同理心 团队合作能力 和讲故事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 同理心有助于相互理解 团队合作有助于思想碰撞 讲故事有助于观点表达 这些人际交往技能 是人类特有的 同时可以为组织带来巨大价值 可是光知道这些技能很重要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有实际操作价值的方法论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如何做才能让更多的人拥有高水平的人际关系技能 通过前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有两类工作 最适合交给人来做 一类是服务型的工作 另一类工作是创造型的工作 这两类工作都强调人际交往的价值 那么问题来了 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善于人际交往 擅长这个技能其实具备一定的偶然性 首先 有天生的因素影响 比如有些人性格内向 天生就不喜欢和他人交流 其次 后天的环境也有很大影响 比如父母教育的方式 一个人所处的地区的文化风俗等等 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社交欲望 总之 谁拥有这样的社交技能 就跟制闪子一样 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那么 要如何做才能让更多比例的人 拥有这个技能呢 作者认为 其实 不管先天还是后天的因素 我们都可以通过改变环境 来影响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 具体来说 有两个方向可以努力 一个是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 我们传统的教育 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群人 在一起用很低的效率 学习基础知识 这其实是对时间的巨大浪费 作者认为 这些课堂里老师教的基础知识 其实完全可以在线上独自完成 就比如 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局 就为美国海军研发了一种软件 用来教学生修理 大型运载船只的信息系统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知识性任务 如果在传统的课堂上需要16周的时间 但是用软件 学生们两周就全都完成了 而且掌握的技能水平 比课堂上的学生高出很多 现在大量的基础知识教育 都被搬到了网上 线上的课程普遍比线下的课程 质量高很多 学生们可以用更快的速度 掌握这些知识 那么节省下来的时间呢 当然就可以更多的从事互动类的 需要团队交流协作的 能提高社交技能的事情 比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他们从一年级开始 就要求学生组成小团队 一起解决现实中的真实商业难题 途中遇到不懂的地方 可以快速从网上学习 这种方式 不但可以提升学习基础知识的效率 还能锻炼人际交往能力 所以作者认为 能够独自学习的事情 就没有必要让大家聚在一起 浪费时间 既然聚在一起 那就要充分利用这个场景 让人们充分地交流 而不是假装在一起 另一个是 利用工具锻炼人们的社交技能 新科技虽然看起来 是抢夺了很多人的工作岗位 但是技术只是一种工具 只要运用恰当 它依然会帮助我们达到目标 在人际交往方面 新工具依然可以帮到我们 比如美国军方就研制出了一款游戏 训练者在游戏中 要说服村民停止暴乱 但是只能用语言 不能开枪射击 游戏的进度条 是一个新人计量表 可以评估玩家在游戏中的表现 那这样的游戏 有没有效果呢 有一位从伊拉克回来的测试员说 他在这个游戏中 一天学到的东西 要比在伊拉克待了几年都要多 再比如 很多公司也发现 那些看似不可言传 没法驾驭的人际交往技能 其实可以通过反复的模拟演练来训练 比如很多公司 用计算机模拟自己的企业员工 和顾客的交流场景 利用模拟场景中快速反馈 和无限重复的特性 快速让员工了解 面对顾客时的各种突发情况 因此一个新手员工在实际面对顾客之前 已经面对虚拟顾客 犯了几百次的错误了 这就能减少他再次犯错的可能 提升公司的服务水平 如果说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团队 目前还没有条件开发出这样的模拟游戏 还有一种古老的方式 也能够对提高人际交往技能 起到帮助 那就是看小说 很多医学院鼓励学生多看文学小说 目的是锻炼学生的同理心 提高他们观察一个人内心活动的能力 这样在面对病人的时候 就会很有帮助 总的来说 作者认为 我们应该改革目前的教育方式 充分利用聚在一起的时间 多做需要团队协作的事情 而不是用很低的效率方式 在一起独自学习 我们还可以利用新的工具 来锻炼人们的社交技能 这样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中 具有高水平社交技能的人才比例 好了 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 本期音频为你分享的内容 第一部分 我们先从整体上介绍了 人际关系的核心价值 凡是涉及人际交往的工作 即使机器可以比人类更高效 我们还是希望交给真实的人来做 第二部分 我们分别介绍了 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三种技能 以及他们为组织带来的价值 同理心有助于相互理解 团队合作有助于思想碰撞 讲故事有助于进行观点表达 第三部分 我们说了提高人际交往技能的两个方向 一个是改革目前的教育方式 充分利用聚在一起的时间 多做需要团队协作的事情 另一个就是利用新的工具 来锻炼人们的社交技能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在一起的工具 并非充分利用 练练的工具